大家好 忽然又传来这个李克强的消息 准确的是李克强的家人的消息 给大家扯吧扯吧 李克强是暴死的 李克强的话题是我说过我说死的 一千年以后还会有人说的 因为这个事太蹊跷了 这么一个68岁的这么一个人 身体不是棒 突然就死了 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长久的历史的一个悬案 会不断的被人提及 土工即使以后的历史 已经不记得西包子 已经不记得这个土工潮 但是李克强这个名字还会有人记得 因为他死的太奇怪了 那绝对是这样的 所以国内有一种说法 说李克强这个人一辈子也是挺乌朗的 但是这个人不是特别坏 他心里还是心里明白的 他知道你这个朝代是共产党的朝代 他也没办法 所以他就尽量是学会保护自己 尽量不要留下历史的骂名 就这么一个套路 偶尔出来顶一顶西包子 结果没想到还是招来杀身之祸 但是李克强有一点是很牛逼的 真的是牛逼的 人都是要死的呀 你说一个人活到68岁死了 我觉得怎么说呢 也不是个什么坏事情 因为人都是要死的 你一个68岁的人死和一个90岁的人死 他为什么太多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你可以讲 他都已经是崩到国家总理的这么一个位置 也没搞出什么名堂 你接下来你即便活着 你也就是多吃几碗饭 是吧 你让你炮牛 你也炮不动了 然后就最多就享受一下所谓的天能人之乐呗 就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人离不开中国 像李克强这种人是不可能离开中国的 所以他也没什么天能人之乐可以享受的 还是很憋屈很窝囊很烦躁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68岁的死 真的在我今天的这个心境看来啊 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你现在你想想啊 你一想起李克强 你还想起他那一张这个长得不怎么帅啊 但是呢很亲切的笑容 还想起他的年轻的 看上去还是有点年轻的面孔 不会是七老八是牙齿都掉光了啊 完了以后 颤颤巍巍的走路都走不动的那个样子 是不是 所以你会觉得 关键是什么呢 说你说是他们国内有的人说的啊 说李克强通过他的死是吧 正是就是战胜了细胞子 他是一个非常光明的温柔的年轻的 而且是一个改革的这么一个形象 长久的留在中国的历史的画卷里面 有没有道理的也有啊也有的 所以呢中国社会是个很屌诡的社会 是不是 当年的温家宝也是这样的 温家宝可坏了 但是温家宝成功的就是让别人记住他的那种 温柔的话语 是吧 这个 不管是眼的还是不眼的那个眼泪 是不是 然后觉得很多人说就温家宝 他会 点个大拇指 是不是 点个赞 说这个人不错 能够被中国的狗糙毛的历史给记住 这个人不错的人 这个人是很少的 大多数人都是 这叫做什么 遗仇万年 都是诸狗不如 大多数人都跟席包子一样的 你说是不是 所以关于这个李克强的消息会不断的传来 一有消息我们赶紧说 说今天从外部得到消息 说李克强的闺女儿已经正式加入美国的国籍 人已经在美国了 加入到美国国籍 宣誓了 从此呢 说还是其实永远不会回到中国了 永远不知道 共产党不垮台的话 西包子 不 共产党不垮台的话 李克强的女儿应该是不会回去了 太伤心了 要搁我是 搁我是她的话 我也不会回去 想起自己的老爸做官都做了总 你突然就死了 根本就无法接受 我跟你说 真的 越想越生气 还不容易走得越远越好 说这是美国人在其中在干预这个事情 说美国政府看似没有对李克强的事实 有更多的表态 但是私底下都在关心李克强的妻儿 妻女 妻子和女儿的命运 说这个李克强的女儿呀 非常的优秀 哈佛毕业的 一直是一个学霸 很不错的 说今天是李中堂的李克强事实的一个月 所以这时候传来李克强的女儿加入美国的消息 应该是美国人美国的情报机构 正式介入李克强之死的调查 为什么要调查李克强之死呢 李克强是中国的一个总理你调查个毛了 那当然是逼这个西包子就犯了 因为西包子这个人的最大的特点是说话不算数 他说的话更放屁似的 你必须要找到几个筹码要跟他谈判 如果你是想一下 如果美国人他正式掌握了这个李克强之死的真正的内幕 真正知道李克强之死就是被西包子搞死的 西包子是吃不了兜了走的 是要在美国人面前认怂的 所以这两天有有这样的说法 说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 已经基本掌握了李克强之死的内幕 还说这个李克强的老婆陈红 现在人还在北京 女儿出去了她人还在北京 天天跑到这个北京的一个寺庙里面 在那里跪着在那祈祷祈求老天爷 捉拿凶手还她的老公 丈夫一个公道 说这个美国高层出于人道的目的 人道主义的目的 一直在与中方磋商 说这个李克强的女儿 在北京参加完她的爹的这个追导会之后 就准备离开中国去美国 说包子一开始不同意 是吧 你这么早就去干嘛 待一段时间 由于美国的外交部 由于美国的国务院干预这个事情 加上这次习包子去访美 说这个美国国务院提出这个要求 让这个尼克强的女儿来美国 因为她呢有美国的绿卡 而且是美国的博士学位 所以呢提出这个要求 然后习包子就答应了 所以才有这个尼克强的女儿去美国 正式加入美国国际的消息 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啊 我们之前有说过 说以前的中美外交都是人权外交 现在不是 现在中美外交已经不谈人权了 叫内幕外交 哎挺有意思的啊 说你看我掌握了你杀害李中强的证据 李克强的证据 现在我要求你把这个 李克强的女儿放到我美国来 是不是你必须答应 你不答应我就跟你爆料 是不是我就跟你 把你的秀事给你抖出来 所以呢才有这个李克强的女儿去美国 正式加入美国国际的消息传过来 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呢 现在呢就进一步与这个中共啊 就磋商 下一步呢就是让李克强的老婆来美国 是吧 与女儿一起生活 然后呢 两个人呢就再也不回去了 那当然呢要我是成功 我也就是一定去美国跟闺女儿在一块 是不是都这么的年纪 也不可能改嫁了 那怎么办呢 在中国 越想越生气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里面的看点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堂堂中国的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报死之后 他的后人他的家人啊 离开了中国进入美国 成为美国的公民 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面 早已有之啊 你看那个晚清的时候 那个李中堂 也叫李中堂 李鸿章 李鸿章的后人都在美国 或者说李鸿章的后人都在国外 是吧 李鸿章的后人里面有一个最典型的后人 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的 张爱玲应该是正二八经的李鸿章的后人 所以你看他没有就在美国 张爱玲的妈妈 在共产党占领中国以后 她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都是有传统的啊 这个土工中国或者是中国这个国家呀 不管是谁 你最后都是叫做最好的人生的境况 就是客死他乡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游戏词啊 真的要重新思考 以前我们一说这个中国人呢 最悲凉的玩景就是客死他乡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 要把它改一改 要把它这个重新思考一下 我觉得一个中国人 如果你能够死在自由之地 你能够死在美国 你能够死在加拿大 你能够死在英国 日本韩国台湾 我觉得这是你的福报 真的 如果你死在中国就完蛋了 就像李克强 暴死在上海 这是最悲凉的人生境况 是不是 如果他的女儿 他的妻子最后能够老死在这个 老死在美国 那是福报 就像李鸿章的晚辈一个一个的都不在中国的都离开了 最后都是老死他乡的 我觉得挺好 那个有一知识分子叫乌宁坤 乌宁坤是跟杨真林是好友是吧 然后还有李真道 还有一个人是我最喜欢的人 叫做木旦 茶凉真 木旦 他的笔名叫木旦 四个人 中国问题小组 四九年的时候 四八年的时候 共产党快占领江山了 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商量 回不回去 回去是不是回去参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 那李真道呢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杨真林呢 就是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研究完 我们不回去 然后两个文科生 木旦和这个乌宁坤呢 傻不垃圾的 文科生都很傻的 我也是文科生 然后就鲸嘎嘎的跑到中国 脑死了 就就就就就就被毛泽东整得死去回来 那木旦呢就五十多岁就被整死了 乌宁坤呢一致还还还行 没死但是九死一生 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八二年代终于有机会了 一下子就跑到美国去了 过来前两年去世了 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是不是 包括木旦的妻子 木旦的几个孩子都去美国了 然后木旦的妻子在死之前留下了遗言 我们的木家 我们的不叫木家 我们的茶家 他跟金庸是亲戚是吧 金庸喊木旦喊叔叔的 说我们茶家以后啊 无论多少代 四代五代 五十代以后都不要回中国 就在就在美国 这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最幸福的家庭最后选择的最幸福的结果 你一定要记住 是不是 凡是没有能力离开中国的 都是可林巴巴的 不幸福的苦命之人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样的消息 可以说这个李克强的女儿正式加入美国籍 国务 美国的国务院 下一步要把成红接到美国 哎呀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是吃饱了撑着啊 我还是蛮同情李克强的 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吧 可能因为他是一个被习包子长期打压的人吧 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我也不羡慕其妒恨 我也不眼红别人 我看着别人能够去到自由世界 我看到现在看到一个人年纪大了啊 传来消息说已经死了 在美国死的 我就很高兴 我就为他感到很很很很 而甚至有种羡慕 你比如说这个王康老师是吧 王康老师死也是死在美国的 他也不是美国人 说死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议员给他送了一面国旗 美国的国旗 心跳旗盖在他身上 我看到以后我就很很 为王康老师感到很很高兴 是不是 如果你死在中国 你啥也不是 哎呀 所以 虽然我对王康老师的很多个观点 也不那么同意 但是我看到一个人 最后终于死在自由之邦 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呢 是中国人啊 知人 中国人 最幸福的人生的标志之一 谢谢